你現在做什麼呢? 剛剛你吃我看到的 這個叫做聖爵 什麼? 聖爵 聖爵也叫做養生爵 我們最主要我們需要吃它的快根 因為我太拔一顆好不好 可是你隨便拔一顆啊 現在理事長要不要介紹 在山上怎麼存活下去 那快根吃的很難 我今天主要介紹就是這個 因為它可以如果我們在山上登山的時候 如果我們沒有水喝 已經到很渴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可以救我們 這個可以救我們 把這個外面這一層毛毛的 我們用手剝 你看這邊剝得很乾淨有沒有 有沒有?還剝得很乾淨 有一點像葡萄 你說我就嚇到了 我可以接給你 然後這個剝乾淨以後 剝乾淨以後 我們就直接就這樣把它搖 可是湯大哥啊 一般的人沒有習慣吃這個 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不會不會 真的嗎? 真的 你看我們要吃土調的 因為最主要是汁 它的水分我們要吃要汁 你吃沒有味道對不對 有一點甜甜的 酸酸 酸酸酸 不好吃 還是沒有習慣原住民的生活 對 如果你不習慣 你爬山上你沒有水的時候 你會咳死 你會習慣 就得習慣 所以不用吃這個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這個山上 如果你咳的話可以解割 如果你真的沒有東西吃 想辦法把它熱一下 那它可以衝擊 像馬鈴薯嗎? 不好意思啊 我還不知道你是哪一個族 我是豆族 豆族 可是我聽說 因為我叫五鳳 五鳳跟豆族 有沒有什麼關係? 我看到你倒是有一點怕 蘇片山 我一嘗到五鳳我就想拔刀 可是放心 你有沒有放心 五鳳在官方版說是我們殺的 因為這個是什麼時候有這個五鳳的故事 我們不知道 他們說是以前在日記時代就開始就有這個故事 至於怎麼考證我們都不知道 應該是幾百年的歷史 五鳳版是這樣 可是後來我們慢慢發覺到 我們大概說 為什麼說我們五鳳殺的 我們原住民說那是語言不通的關係 有一天五鳳不小心他在路上 不知道怎麼死掉 我們原住民的人就把他 有個兄弟就把他抬回去 抬回去後 那個五鳳的爸爸看到很難過 他說後來他很生氣 忽然間五鳳的爸爸很生氣說 用明朗話說 什麼人抬我會怕 那個原住民說 我兩個在台 台 用公的 所以這個五鳳是因為已經不同的關係 所以變成說是我們原住民殺人 我們也為了這個 背了五鳳的黑鍋好幾百年 以上純屬虛構 謝謝 純屬虛構 謝謝唐大哥 哇塞